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要和大家分析一下 习近平刚刚斑下关于香港疫情的性旨 这道性旨不止影响777个人的前途 也将香港带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今上不愧为加速师 今次香港疫情无论如何发展 香港直接纳入成为大湾区一部分 这部分将会倍数加速 将会进一步一国一制 可以说疫情放缓后 香港管治的结构必然大变 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和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请大家支持一下 言归正传 先分析一下那道性旨 今上的性旨 第一段就说 对香港抗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大家听真 指示的意思 就是你要跟着他的意思做 不是提示 不是叫你参考他的意见 是要你遵从他的指令 第二句他就这样说 他说香港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什么叫主体责任呢 这就是中共惯用的矛盾逻辑 他就指示你怎样做 即是他作主 但是责任就要你负责 其实也不重要的 打个工的人都会明白 老板永远是这样的 有什么稀奇呢 不过你老老实实 明明不经作主 你就不要说到什么主体负责 香港有什么主体呢 总之一句说了 777就要负起全部责任 那就算了 圣子的第三段就说 尽快地稳定疫情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香港市民的安全和健康 确保香港大局稳定 这一段就是说明了 不惜代价 用多少钱也好 多少严厉的措施也好 总之搞定疫情就什么都可以 这就叫做压倒一切的任务 来到这里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抗疫成功 777就等于立了大功 下一届坐定粒鹿 不够的话必然要背锅 所以这次是777 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7那么好打 这次拿着这道圣子 可以说是怎么做都可以 没有人敢意义 之前777就想借港大那些什么专家的口 预告封城 谁知道突然间又收回 现在777有了今上的圣子撐腰 封城的机会又大了很多 不过 他可能就不会用封城这个字眼 但本质上实行封城 差不多的措施 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大的 关于香港封城 我们早前就出过片 还给YouTube黄彪 这里不详细再说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听我的影片 还有我连日期都预测了 不知道这次推算准不准确 另一方面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就是这次的圣子说 今上委托韩正向777转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 为什么要找韩正转达呢 明明你那圣子已经直接指示777 还要转达什么呢 可能性有两个 第一就是表示尊重韩正 韩正表面上也算是777的直属上司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如果777搞不定香港疫情 韩正也要间接负责 间接背锅 两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这一点不是重点 大家不妨稍后留意一下就算了 重点反而是这里 就是说明广东省要与香港组成协调制 支援香港抗疫 现在我们看回乎 那天 12日 加超公公 就在大陆开会 就以气风发 暗示自己 也许自己 持统抗疫的实权 那现在看来 他应该是得到某些人的支持 就支持他 全权 直接 跟广东省那边合作 如果抗疫成功之后 超公公上位 广东省的官员可以扩大他们在香港的影响力 先用医疗、卫生这些领域做入手 然后再扩大日后他们之间的合作 谁知道777很快就看穿了这一点 又得到今常支持 一天之后就重新持续抗疫的大权 出了一份2000字的声明 挖回超公公一巴掌 还借一些义要超公公居家隔离14天 现在加超公公在家隔离 好了,圣子颁了,777怎么回应呢? 777就代表香港政府和香港人向金上致謝 就说会用好中央支持、倾存力、抗疫 作为当前的头等要务 这些是例牌官式的回应,没什么特别 接着他就再说 港府已经多管齐下 不断优化措施,提升自身的能力 不过疫情急速发展 所以超出港府应付的能力 这些就是大陆官员常用的招式 所谓八年一遇的天然灾难 777都学到东西了 接着重点就来了 他重新说港府总动员 政策局和各部门不分彼此 在中央领导的强力支援下打好逆战 即是777他告诉各部门 现在今上已经出声了 你们各部门、各政府的马房就不要再玩了 别以为各自有不同派系的京官撑腰 就可以拖他后脚 这次没那么容易了 他们背后的京官未必很强大 简单说777这段回应是想说论后台 777他的后台是最强最大的 好了 现在777重新握旗 他主体负责抗疫 如果成功的话下届他做 很明显的了 而大家应该看到 到现在皇帝还给他说事 即是还信任着他 不过如果他仍然搞不定 他就没可能不背锅了 除非777找到另一个很大的待罪羔羊 不过要找这只待罪羔羊也相当困难 北京有没有代替777的后备人选 肯定有 不过由于现在 仍然是777 他在执事 不想再次出现双头马车 影响抗疫工作 所以这个后备人选 现在几乎是处于隐形的状态 人人都找不到他出来 所以人人都以为自己有机会 所以人人现在都不敢有小动作 不敢拖777的后腿 免得弄巧反绝 倒不如就等777自己去搞 疫情搞定的话 当他聪明就由他继续做 如果777不行 到时换马 就等皇帝阴点 希望皇帝选中自己 那就最好了 选不中就算数了 总之就不要主动 实行不振是振 不振就是振 等运动就比乱动 所以现在 除了封城这个问题之外 真的又要看看 特首阴点书 会不会改期 如果不改期的话 由现在去到3月5日 疫情明显放缓 皇帝可能已经可以用 需要777 继续领导抗疫工作为理由 直接阴点777 接着没有人出选 777自动连任 不过看来 改期选特首的机会 也是越来越大的 没事的 等多一两个月 如果疫情搞定的话 今上到时阴点777连任 说出来都大声点 还可以说今上知人善任 可以说777 主体抗疫 立下大功 如果777搞不定 皇帝要换后备的人选 时间也比较充裕一些 不用像现在 时间这么急 总之 每一个方案 各有优点和缺点 来到这里 疫情的发展 决定下一任 特首的人选 已经非常清楚了 不过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不惜代价 应对第五波疫情 香港势必搞到五脑七伤 很多行业已经严重受伤 恐怕医也有时间才能治 香港人从此习惯被监控 甚至会有些人越来越喜欢被监控 而城管常规化已经走不掉了 但更重要和更深远的发展 是广东省通过疫情 进一步与香港融合 严格来说 香港要跟随广东省的体制 这一点对香港的影响深远了 简单说香港的医疗体制率先实行一国一制 此例一开 其他的领域 例如教育、保安等等 很快都是一样的 以广东省的模式为蓝本 经济上就可能没那么快 所以很多人说 检测方面 今次广东省赚了一大笔 我就觉得 怎止这么简单 广东省的胃口 怎会只是赚你一笔 检疫的钱就算了 来到这里 时间也差不多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 请支持一下 拜拜